我们国际传学大师洪老师 还有我们来自尼泊尔的尼玛仁波切 还有我们台湾公司的陈董事长 以及我们今天的工会长 还有很多贵宾 还有我们今天在台北车站大厅的 所有的女士先生小姐 还有我们媒体同仁都在这边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我可以这么说 我们今天这个时间 能够在台北车站 来办理这样子有意义的活动 我其实非常要感恩我们洪老师 若没有洪老师的大力的协助 还有工会长的整个团队来支持 这样子没办法在这边 有这样子一个为明天的母亲节祈福 心经是我接触佛法的第一步经典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生活人 我也才知道什么叫苦极灭道 我也才知道能处一切苦真实不虚 台湾在台北车站这个地方呢 其实明年我们台北车站就第125年 我们这一代新的车站也将近30年 所以我们明年这个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开始进入整建的这个动工 我们期待明年的输家会更崭新的台北车站的整建的完成 因为我们台北车站是我们台湾的中央车站 不仅是台铁高铁捷运 甚至马上就是机场捷运线 那么还有客运 以及非铁路旅客的所有的这个商业的活动 都在我们台北车站 而这个大厅其实要传送的一个讯息 就是说我们母亲也到了 那么希望能够所有在外的游子 如果是搭车回家 祝福母亲 或者是说打个电话提醒一下关心母亲 那么其实我们发现最近有些数字 六字机有跟大家报告 生命是非常可贵的 可是呢我们发现各国都有这一类的问题 就是卧轨或是从月台跳下 那么去年呢 大概这一类的数字大概有十六位 十一位这个死亡 那么今年累积到目前有十二位 那么这是居高不下的 如果再加上平交道还有跨越轨道路线行走 那么其实这些数字啊都代表后面有非常多的家庭 那么我们也利用这样的一个祈福 希望能够呼吁大家能够珍惜生命 我们很深层的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心经啊 我发现是跟洪老师的感应 因为中华文化的字 最向铁路轨道的其实就是违背体 那么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字啊 其实是在台北车站 在一个轨道工程来讲 或者轨道管理营运来讲 最向轨道的这个字 那么来提醒 那么刚刚程度上特别讲 这是磕的 不是磕的 那意见更高 那么我们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 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天下母亲快乐 幸福平安 谢谢 非常感谢 台湾铁度局的教育会周知